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判斷疫情尚未趨緩 因為北市快篩戰 陽性率在5月22號攀升到達8.5% 相比過去最低點 僅4.6%呈現翻倍成長 新北市過去最低點是2.7% 如今也攀升到4% 我們在陽性率的趨勢來看的話 不能夠只看兩三天 一定要看長期的趨勢 從一開始到現在 好幾個禮拜的這個時間 我們要觀察到陽性率的變化 如果是一兩天的時間點 它有點上下的變動 不代表說疫情的趨勢 快篩檢驗它會有偽陰性 跟偽陽性的問題 台北市確診行政區逐漸擴散 就有醫師指出 若以萬華區為確診核心 鄰近的行政區確診多 為正常情形 但若其他較遠的行政區 也出現確診 就可以視為有持續傳播的跡象 不能只看行政區有沒有擴大 而要看說不明原因 傳染源的一個社區感染 有沒有下降 衛生署前署長 突醒者23號晚間在臉書發文認為疫情已見曙光 從發病日統計的疫情流行圖有信心 這波疫情已經得到控制 更預測5月底確診數會達到個位數 突醒者認為在升到第三級警戒後 全台大空城 兩個潛伏期已經足以控制疫情 但有專家認為要看更長期 而且更多種數據 才能判斷疫情趨勢 在這裏尋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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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